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公交车每天的载客超过100万 但由于MTA工作人员短缺 加上猖獗的犯罪和交通违规行为 导致部分乘客不再选择乘坐交通工具 即将上任的纽约市交通局主席戴维说 每个乘客都应该拥有一个更好的交通系统 因此交通部门有责任提高工作效率 用更好的方法来开展业务 而且必须要投入更多资金 以达到市民满意的服务 戴维说 5月2日上任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交通系统的安全 将追寻MTA已经实施的服务政策和策略 并加速发展得以更好的实施 戴维曾任麻州交通部长和麻州海湾交通局局长 该局经营波士顿T型地铁 她最近也在波士顿资讯集团工作 为包括MTA在内的交通系统提供咨询 根据纽约市警的消息 一名13岁的女孩涉嫌于布朗市暴力抢劫 导致一名76岁的妇女臀部骨折 女孩周三被捕 警方表示 周一在布朗市区 一名76岁妇女试图阻挡三名嫌疑人 强行进入罗伯茨和霍巴特大道的公寓楼前门 多番纠缠之后 最终三名嫌疑人成功强行进入公寓楼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其中一人抢走该妇女的钱包的时候 将其旋转并摔倒在地 导致妇女臀部骨折 当局说 嫌疑人抢走受害人的钱包之后从钱门离开 钱包里大约有50美元 还有一张借记卡和保险卡 调查人员周三通过监控视频 确认一名13岁女孩 为案件中的主要失戏者 被指控犯有抢劫罪 另外两名嫌疑人仍在调查中 有附近居民表示 从监控录像中认输其中一名嫌疑人 是该社区的问题少年 但不确定是否该名13岁女孩 受害人的儿子萧恩表示 这是令人震惊和心碎的随意暴力事件 其母亲可能将无法从这次的袭击中完全恢复 一名史丹顿岛的议员表示 当地野生火机数量不断增加 对居民生活造成滋扰 甚至阻碍日常的通勤出行 当地将加强与环境保护部门联系 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法 史丹顿岛的野生火机问题一直是当地的热门话题 多年来 大多数野生火机聚集在海景大道上的 史丹顿岛大学医院周围 有居民表示 最近火机的数量不断增加 在不同的社区都发现了野生火机 甚至已经占领了一些街道和房屋 也有居民表示 火机的数量已经失去控制 市政府确实需要介入并采取相关措施 纽约州环境保护局DEC表示 早在2000年 已经发现有野生火机聚集在史丹顿岛医院周围 当时医院的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均表示相当担忧 当局曾经将火机送到北部的一个保护区 但火机数量依然难以控制 史丹顿岛北岸代表议员汉克斯发表声明说 野生火机问题一直困扰和影响着北岸居民的生活 特别是西布莱顿地区的居民 汉克斯说 将加强与DEC的联系 以寻找对该社区和野生火机都安全有效的解决方法 根据周三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几乎60%的纽约人认为 在纽约市以外的地区生活 其家庭会有更好的未来 政治顾问封塔斯和民调公司Core Decision Analyst 在周三公布了针对840名注册的纽约选民 进行的在线调查结果 发现调查者对不断上升的犯罪和公共安全感到忧虑 并且希望市政府能够解决问题 以继续留在本市生活 在被问及是否同意永久离开纽约时 其家庭将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个说法 约25%的人表示非常同意 34%的人表示基本同意 按人口统计 49以下的受访者超过65%表示 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上述观点 只有49%的受访白人表示同意 在非裔 西语裔和亚裔选民中超过60%的人同意 从地域上看 布朗市和皇后区分别有70%和65%的人 同意离开纽约市生活 在有孩子的家庭中 68%的人也认为 在其他地区会有更好的生活 这项在线调查于3月28日至31日进行 误差率为3.4个百分点 误差率为3.4个百分点